二十八萬家庭住劏房 香港什麼景況? 沒有身份證的阿蘭什麼都申請不到 一家四口碑在大角咀這間小小的劏房 又細又焗,下雨漏水 但業主下個月到搖家做 一家就加二千,乘六成 即是焗阿蘭一家,撿爆伏酒 就算有身份證的楊先生 一家四口都屈在葵聰區 二百尺劏房三年 債比做,人工就沒有三分一 上樓,遙遙無奇 別以為香港的劏房家庭少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查過 有超過二十八萬會這麼多 假設一個家庭有三至四個人 香港住劏房的人就可能過百萬 不怪貿播局長 要左劏,右劏,劏得更個人 分分鐘好穩過私人樓放租 劏房的平均面積得一百三十七呎 租金平均近三千元 平均尺價二十七個幾 相比全港八十五個私人屋院的二十二個月還要貴 難怪超過四成 有三十年樓齡的私人樓單位都改成香港 市民沒有屋住 昨天就在港台一個節目 向僭建住不曬的CY掃苦力 要求政府增加房屋用地的地積比率 啊,怎知CY藉口多多 說建屋遇到好多阻力 叫市民要以一家人的心態 作出犧牲和讓步 不知只有百多呎的劏房 還要讓去哪裡呢?